不論走在路上或是大樓西煙區 都可看到影軍指揮一劫煙影 大圖口中白煙 新興煙癖推陳出新 然而卻因現行法令不明 有民眾從國外帶回新式的加熱煙產品 因尚未準進口為由 找海關強制扣押 當市面上已經有 不一樣的形態 不一樣的方法 並且有其他國家 以美國為例 美國的FDA為例 以美國FDA的實驗結果為例 他們確定 現在所謂的這種 我把它遮起來好了 這種IQOZ 就是所謂的RRD 它就是所謂的加熱煙 Risk Reduce Device 它是所謂的風險降低器材 加熱煙的東西它不是其他煙品 那申報之後不能帶進來 然後我問他說它扣押的原因 可是它也說不出個說意 協同立委召開記者會 不外乎就是不服陸進所攜帶的 加熱煙產品 被海關扣押 卻沒法源依據 當事人準備提出數月 要求發還 甚至打算申請國賠 目前台灣使用加熱煙的人口 可能已經上看17萬人 聯署上販售加熱式煙品的廣告 也是成出不窮 像是電子吸食器 要價3000元以上 煙蛋煤包更需花費120元至170元不等 然而這些走勢的濕煙 政府卻完全客不到任何煙捐及煙稅 據本刊調查 政府每年的煙捐稅收入超過500億元 其中煙捐收入從17年323億元 減少至18年281億元 足足少了42億元 雖然可能與吸煙人口降低有關 但有部分原因 也是不少傳統吸煙者改變吸煙習慣 轉而開始使用加熱煙 然而政府卻對這些新型煙品進不了 也拿不出管理對策 讓許多飲君子無所適從 海關沒入加熱煙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目前是佔扣押的 那我... 不好意思喔 佔扣押喔 好 來來來來 海關氣勢條例第17條 查獲貨物違反本條例可以扣押 好 他違反海關氣勢條例哪一條 你要把人家的東西扣起來 就要有法律的依據 我接到陳情以後我就一直去看 請問你們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說是海關氣勢條例第17條 我的老天啊 海關氣勢條例第17條 是可以讓你這樣用的喔 最主要是因為冤愛防治法的這個部分啦 先提一下 冤後防治法第幾條規定 他不能夠吸入這個東西 他是撕冤還是裂冤 這個部分我們目前在跟這個所謂衛護部來... 這個很奇怪啊 我們國家的行政機關是 法律的依據找不到 兩個機關還在研議還在踢皮球 在這樣的狀況下 就可以去扣押人民的財產 我們的政府 什麼時候 為了幫菸商的利益護航 連這種基本行政 我的一把行政都罪不到 早在今年5月立委 黃國昌質詢財政部長 努批沒法源依據 卻扣押煙品 指使國家機關互踢皮球 目前海關及衛福部 將煙油企劃式電子煙 及煙蛋加熱煙 這些需透過電力才能使用的 都視為電子煙來進行管制 而所依據的法律是 煙害防治法第14條規定 任何人不得製造 輸入或販賣煙品形狀之糖果 典型 玩具或其他任何物品 以及煙酒管理法 對煙品分類的相關規定 海關認為電子煙 不是煙管法中的煙 而是其他物品 因此不准入關 所有的電子煙 99%都是加味煙 加入了大量的化學 香料跟化學物質 所以它使用之後 還會有甜甜的味道 那所以很多人問 它是沒有害處的 但也有借煙團體 認為這些都只是煙商 唯利是圖的詐數 就像之前推出淡煙 協助借煙 此會讓吸煙者更加煙不離手 如今顧忌從施 改以造型吸引的加熱煙進入市場 呼籲政府根本不應開放加熱煙 不論哪一種煙品 都對健康有害 只是程度大小之別 但國內容許傳統煙品 並進行販售 卻禁止電子類煙品 政府若在持續鴕鳥心態 不僅減少稅收 也在焉害的監督管理 造成走私亂象 這中間利弊得失 究竟該如何更量 也大大考驗主管機關的智慧啦